关系的是特征组在侦办军中买官案 那么日前向国防部来调阅资料 特征组认为说军方所提供的资料是明显不足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内情呢 在5月中旬的时候 特征组当时向国防部来调卷 那么军方呢在上个礼拜回复表示 10年来所晋升的上将者加起来是29个人 但是他们的升迁通通都是依照陆海空军的 这一个军官职啊军任职 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些军方升官的情况 并没有买官的情形 但是特征组呢在接获了这个国防部的韩副之后 认为说军方所提供的资料 根本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现在检方是不放弃 在上个礼拜呢二度向国防部来调卷 尽管说现在军方的韩副呢只说 那么呢这个升任上将都没有买官情势 但是特征组还是不排除 29个人当中有人涉及到买官 我们下期再见